聽起來 當然是我煮 因為老婆一年四季 不知道在管理家裡的事情 做lies 這樣她煮的話 就會太累了 我一向都自己做 因為我覺得 過年就是一種團圓 大家在家里遇在一起 然后边聊天 琐碎 还有过年的气氛 你如果怕累的话 你就是要网路去购买 这样可以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那过年自己就休息一下 如果你在家 没有时间或是不会做的话 你叫外卖或是能够年菜 你在家再把它组合 那全家围炉在一起 那才有年的气氛 才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家里面过年 我们家一定不能少的是鱼 那有一些比较需要一些功夫的 它要制作的时间也 特别长的这些菜 我可能就会考虑在外面买 那比如说我们最常看的 这个浮跳墙 或者是有一些像狮子头 这些炖的东西 又很好放的 尤其是这些菜在复刻 在复热的时候 几乎不容易出现差异 在这四面环海的台湾 年菜中当然少不了它就是海鲜啦 年年有余 龙凤城乡 招财劲爆都藏有它的身影 在这次的竞争中非常的激烈 总共35道都有海鲜的料理 到底哪些能掳破评审的心呢 我们马上来去看看 大口老师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今天不能这么大口 今天要小小口 对 今天上百盘这样不行 将近两百盘的年菜要评选 有没有压力 有 体重的压力 我看老师刚刚就是这样子 走了一圈 下来 有没有哪一道 目前在你心中分数蛮高的 大概从第一道到第二十道 每一道都高 虾子这边特别吃香 对 然后加了各种不一样的酱汁 做调味 结合成不一样的惊喜 哪一家的惊喜度越好 那分数就越高了 老师真的是美食指南 美食指标 有什么好吃的就是要找老师 那刚刚我看老师 晃过一段之后 好像老师在观察些什么 那我想说先看一下 今年的趋势是怎么样 就是饭店 就是大家主要推出什么东西 那因为饭店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都是新鲜煮的不是冷冻的 那老师在海鲜上面呢 光用看的有什么一些细节 越是敢用蒸的 或者比较简单的调理方式 然后可能会是一个业者 对自己材料比较有新鲜上的信心 对 其实在海鲜的这个类别里头 食材本身是不用讲的 譬如虾或者鱼一定要新鲜 这没有不二法门 好 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是用炸的啦 或者是去就是特别用大火去处理 但是如果你本身的那个就是食材就不够新鲜 海鲜是特别明显 它还在噗噗噗噗噗噗的滚 可以申请白饭吗 口水已经在那个口腔里面一直绵延不绝的产生 就是一直这样的出来 出来 出来 我觉得一道料理呢 它包含了试听味醋秀 我可不可以先不要工作 先掌两口 真的好香 不行喔 好香 主主主主 请问一下您是代表哪些饭店的大主厨 福隆饭店 好 那想请问一下主厨 今天的这道菜的菜名是什么 这道菜的菜名是 开春饮步满圆版 我们是用六头的包油 又也跟加上我们台湾的香菇 来做出一个年菜 大家最常吃到都是台湾食材的东西 这个菜不得我根本端不起来了 哪个饭店 远东香的里拉 远东香的里拉 但一听没问题 就是它这个香菇 对不对 对 全世界的香菇里拉 里面最好吃的中餐厅 都叫香菇 是不是 对 没错 你们这次的海鲜 一口气推出了两种不同 对 没错 我们先讲这个好不好 对 有黑松露 金银蒜 但是其实很好 它有黑松露 对 还有金银蒜 对 然后整支的大龙虾 大龙虾 摆在里面 没错 这道菜你们预计几人份 这个可以吃到六人份 七到六人份 差不多 这样子差不多 OK 如果七到六人份 一桌十二个人 还有几个人没吃到怎么办呢 没关系 还有一个海鲜 这个海鲜 海鲜盆菜 对 盆菜是广式料理 非常著名的一个 但是你们的盆 比人家的盆漂亮很多 对 主文艺的 就红韵当头嘛 红韵当头 OK 好 虾 对 大名家 生 日本的聊生 日本的聊生 这边是包 这边是袋子 这边是花椒 还有肝 还有肝 你是喜欢龙虾 还是选盆菜 是选创新 还是选传统 香格里拉香工 一定让你年夜饭吃得非常满意 好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一道菜色物 满满的大虾放在上面 哪个饭店 大苍酒盒饭店 大苍酒盒饭店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生菜蟹粉 大名家 有蟹粉 有名家 它的菜底下是一斧面 然后上面放下了龙虾 会不会有酱汁淋上去 是 有 来 我们把酱汁淋上去 这是满满的蟹肉 蟹黄 还好 我没有痛风 相信这道菜一定吃得非常过瘾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先上加鲜 用的是澎湖大名虾 澎湖大名虾 然后再生菜蟹肉 是 让它口味让它有双刺感 这么好的一个蟹肉名家 是不是你年菜的选择呢 这个工作好快乐 好快乐 没关系啦 吃完再说 这是蒜酥吧 避风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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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蛮到处的 你吃的这个就知道 其实它很到位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 比较厉害的是 因为通常避风糖 要把这个蒜酥的香气 炒进带壳的虾里面 通常要大火 或是很多的油 但是如果有点凉掉之后 就会很腻 可是它的是清爽的 大火去做蒜酥 一不小心就会带壶 浮掉 对 所以它我觉得非常厉害 到位的 好吃好吃 我还要去吃别的 我好开心哦 我刚刚飘过来的时候 获得龟毛利老师的提点 他说这道 圆雪吸金烧 这种是比较日式 传统吸金烧的做法 它的我觉得是 有保留它的圆雪的 那个香气 蛮好吃的 它怎么没到这种好吃 我真的不能当评审了 吃每个都好吃 好棒 那你这样很幸福啊 我觉得做点辣的变化 然后或者是加点黑松露的变化 对 有没有觉得是你自己呢 现在 对 然后过头了 再拉一点甜味回来的变化 哇 大口老师不愧是知名的评论家 你看 他想的都是点到为止 刚刚好就好 都是自己爱吃的 李君老师 李君老师 我刚刚 海鲜嘛 对 海鲜的部分 我刚刚看到你跟Andy老师 滔滔不绝地在聊这一道 为什么呢 这道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呢 应该是这样 其实我本来就蛮喜欢吃广东菜 那其实 因为我们这几年做评审 其实还 还蛮少碰到就是 在菜色 就是做海鲜的时候 把衣面放进去 因为我们希望 衣面要入味嘛 那我觉得这道菜就做到了 就是它的那个衣面 其实是很入味的 最特别的是 它这个明虾的那个酱料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主厨的私房酱料 就是 如果这个上桌了可能 除了衣面吃一次 你可能还会想说 我是不是来一口饭 对 一不小心淀粉就爆了 这就代表 主厨的酱料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酱料蛮重要的 在酱料的味道之外 你还可以吃到 那个虾 虾肉本身的鲜甜 这比较难 对 哇 这道菜很漂亮 哪一家干点 我是台北军夜酒店 军夜酒店漂亮厅 难怪菜色这么漂亮 谢谢 菜叫什么名字 所以它是一个广式菜式的做法 对 中间加上了火头的火腿 对 是 藉由火腿的鲜味 跟底下的食斑 一起混合海骨双鲜 对 是的 那你旁边的这边这个被 马蹄骨 还有另外再吃马蹄骨 再把马蹄骨那个湿水 再给它倒在里面 所以平常我们光煮一个鸡汤 加的那种蛤蜊 就会很鲜了 你还用的是马蹄骨 所以它真是鲜上加鲜 对不对 年月饭一定要有条鱼 这条鱼啊 复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到底怎么复热 来 我们请大师告诉你 哪个饭店 那个万利 斯林万利 斯林的万利饭店 这边有一条鱼 来 把鱼拿出来 哇 只要用蒸的 你可以不买这么厉害的蒸香 你在自己家里面 只要有一个复蒸的一个蒸笼 然后把这条鱼摆上来 看到没有 摊好了以后摆上来 现在你泼上去的这个是 潘虎红汤 哇 潘家菜 潘家菜 就用那个老母鸡跟金黄火腿 下去熬出来的 对… 来… 你看喔 它淋上去的这个汤 用老母鸡跟金黄火腿一起熬 熬成了这样子的那种 弹腐金汤 用这样子的金汤淋到 这个鱼的表面 不好吃 才怪呢 对不对 是不是蒸鱼归蒸鱼淋汤 事后再淋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 OK 好 这条鱼大约你们估计 几个人来一起享用 六个人 六个人 对… 如果不上六个人买一条鱼 记得如果全家超过六个人 要买两条鱼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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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食的部分呢 其实在我们台湾这边饮食习惯来说 应该米糕应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东西 特别是台湾又有海鲜铸成 所以其实红薰米糕应该算是在我们年夜饭里面 最常见的一种食材 当然米糕上面呢 我们也可以替换很多不同的一些材料 像可以换成普烧曼啊 换成樱花虾 我想米糕应该是最代表性的一个主食之一 其实在教学上呢 当然我们就是让孩子知道说 这些菜肴要怎么制作 可是我觉得现在对于学生 他们应该要学习到的是说 他们要了解现在目前的产业的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人口结构 其实慢慢的变成小家庭化 所以其实你如果以过去传统的中式的盒菜来说 其实都是可能八人啊 十人的份量 但是以现阶段的小家庭的结构来说 它其实根本吃不完 所以这也会降低它去购买的一个意愿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教学上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设计一些料理 怎么样可以变成是比较精致 那又可以呈现出一些传统的美食的风味 那呼应这些年节的气息 那变成一些比较精致 比较小分量的一个餐点的设计的方式 吃饭皇帝大明以食为天 饱当然要更饱啊 除了吃饱之外 功夫跟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我已经迫乎期待要来会会这16位主食们了 肉酱 Aye 香气蛮有的吗 香气蛮有的吗 modeling 很特别耶 噢! 嗯! 嗯! 很多些味道很好诶 对哦 而且它的荷葉香氣非常濃郁 光聞這個香氣跟這個賣相 因為它青花椒的味道好特別 因為我沒有想過它這樣裡面 可以放青花椒 那它味道融合在裡面 其實就是不同以往那種荷葉的味道 光以創意來講 算是贏得了我們的老師的一點好評 這個笑容 滿有意思的味道 對 香氣在前面 但是我覺得它的味道 我會比較喜歡再重一點 辣味在前面 我是覺得後面可以秤一點鹹味 跟它的那個 有點像乳式的味道 再進來一點會比較好 不過我覺得我喜歡它的香味 對 這個我也是認同的 對 我還沒有吃到特別喜歡的 但是有表現還不錯的 表現還不錯 會讓你覺得還不錯的點是什麼 就是它的米的 真的柔軟度夠 然後上面的配料的鹹度也剛剛好 那比如說像那個櫻花蝦 跟台式香腸配合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飯蒸得還不錯 然後櫻花蝦本身有特別的香味 配上台式的香腸 就有一個和諧的味道 那這一個也不錯 這個是港式的臘腸跟肝腸去後切 切成丁 因為通常港式的臘腸跟肝腸 它都是切片的 是 或是切絲 切成方丁的話 口感的話會比較好 那它裡面還加了芋頭 所以芋頭會把港式臘腸跟肝腸的 鹹度給降低 是不是因為芋頭它還是算是 主食澱粉類的 對 它也是澱粉類 所以它會把鹹度給拉下來 我決定我們馬上來試試看 來…快… 好吃的主食又來了 師傅 哪個飯店 台北老爺 老爺 台北老爺 不是桃園老爺 台北老爺 好 你幫我們介紹的這一個 叫什麼名字 瑤柱晶瑩辣味飯 瑤柱晶瑩辣味飯 來 是 甘腸辣腸 是 交錯 都在辣味飯上頭 最後需不需要一些裝飾 要 來 你最後裝飾的這是什麼 這個是瑤柱 炸乾的瑤柱 原來它把瑤柱全部炸酥 烤酥了以後 最後撒到上面 這個價錢就加500了 在辣味飯店 就可能吃到 哇 我回家了以後 我附熱的時候 你是不是那個干貝酥 它是另外放 另外放 了解 所以把這個辣味飯 蒸熱的時候不要放干貝酥 是 等到最後上桌的時候 再把干貝酥放上來 對不對 沒錯 是 所以你想要吃 他們老爺辣味飯的 去找他喔 我告訴你 付熱區的工作 真是非常的麻煩 有的人是把成品拿來付熱 有的人現場就直接炒飯 師傅 哪個飯店 醬捷金魚金香酒店 OK 醬捷飯店的 好 你現在幫我們做的 這個是什麼菜 新創菜飯 菜飯 對 來 先下去 好 先把一些豆角 切成了丁 在鍋子裡面 我們先把它藉由油 稍微炒出香氣 然後呢 炒到表面 微微的有一點點 恰恰 好 接下來這個裡面 好多豐富的料 我只看到黃黃的玉米筍 對不對 還有甘醬 臘醬 甘醬 臘醬都在裡面 是的 要把它炒香出來 隨著鍋氣 整個香氣都冒出來了 是的 好 現在要下飯了 飯下來了 菜酥的把我們的飯 都炒均勻 讓每一顆飯粒 都能夠吸到 甘醬 臘醬的油 最後吃到嘴裡 大大的滿足 哇 最後倒扣在盤子裡 來 四五六啊 四五六 哇 一個乾腸 臘腸的菜飯 就完成囉 那老師 目前為止你試了這麼多道 有沒有哪一道的主食類 是你算是 覺得印象深刻的 這一次主食滿有創意的 茶油雞啊 薑母鴨 對啊 紅蟳 那以往我會看到 櫻花蝦 那我覺得重點還是在米飯的口感上 是 香氣有沒有進去 然後口感也沒有讓你整個很喜歡 你覺得好吃的米飯 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呈現方式 基本上不要太軟 但是 基礎 基礎 對 但是入口之後 因為它這個都會有一些是 油膩的成分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說如果稍微放涼了 它的味道如果還不會讓你太油膩 然後它同時還是有Q彈的口感 我覺得它的分數就會滿高的 這樣子聽下來 代表老師應該心目中 已經有一點自己的想法了 是 好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是 鮑魚搖住灰米糕 鮑魚搖住灰米糕 果然滿滿的好料 你看到沒有 鏡頭滿滿的都是鮑魚 哇 你這個鮑魚 它要事先花好幾個時間 才能夠把這麼好的鮑魚發起來 然後再花很久的時間 才能夠完全的讓它入味 對 對不對 好 可是鮑魚跟米糕 好像附熱的時間 這個溫度不太一樣 對 你們是分開來包裝 還是整容整容的包 分開來包裝 因為你米糕蒸熟之後 你鮑魚如果蒸太久會太硬了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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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分開包裝了以後 我的米糕放在蒸籠裡面 要蒸多久 呃 大概回熱差不多五分鐘就可以了 米糕的部分 回熱五分鐘 鮑魚的部分怎麼回熱呢 鮑魚的部分我們就是 在蒸熱之後收汁 然後再把它夾上去就可以了 了解了 直接稍微加熱 讓它的收汁 然後變得比較濃稠 湯汁掛了上去鮑魚 然後把它擺在上面 對 就OK了 對 對不對 希望所有人吃完鮑魚 鹽鹽飯都能夠開開心心 來 一道一道都是好料 來 師傅 哪個飯店 台北美福大飯店 米香台菜廳 美福大飯店 米香 我好像看到米其林 星星的樣子 有齁 有齁 對 連續摘星 連續摘星對不對 對 來 你呈現的這道菜是什麼菜 就是麻油土雞飯 我喜歡那個防土雞 防土雞 那雞腿 就是氣骨的雞腿 然後加上就是我們日本的北菇有沒有 就像 北菇 然後薑片 再去拌炒 等於說我們先用薑片把它爆香 用麻油把它爆香 對 爆香以後再我們泡的糯米 再去拌炒 然後所有調味料 去拌炒均勻之後再拿去蒸 喔 所以那個米吸了香菇的滋味 吸了麻油的滋味 吸了這個雞的滋味 吸了薑的滋味 吸了米酒的滋味 全部都融合在裡面 對 就要提香幾人 喔 好香喔 欸 你這個幾人份 這個其實這個正常 我們這個一桌的量 你如果說我們五六個一定夠 哪有 你這個是我一個人吃都不夠 那可以的 多點兩份 喔 跟外帶兩份沒關係 曉得啦 欸 一份就這麼大 如果你的食量大 記得喔 米香餐廳多訂幾份喔 今天二十五道的鍋物 哪一鍋能玩出新高度呢 那我覺得當早就好喝 可能覺得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有蝦 有蟹 有鮑魚 有鮑魚 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在裡面 其實它的秘密是在它的湯裡面 那個甜是都是不一樣的甜 所以你就會覺得 吃起來是很幸福的感覺 那個核桃糕的香氣很夠 然後一般在吃核桃糕 可能會很黏牙 但它完全不會 這個是女生都一定會愛 先走位 然後來把它 gospel 們可以永遠